不过多重的地方,云端上面有补充一个就是说 可能它本来是在对齐方式是靠左 那你希望就是说按一下它之后呢 除了说可以输出资料之外 第一个我希望能够帮我把它置中 那置中要怎么做会比较简单 其实这个地方当然方法很多种 我们逻辑上如果是希望说当我输出完毕之后 再针对什么呢,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是从哪里呢 从这个范围嘛,所以你范围第一个想到哪个物件呢 刚刚有提过嘛,就range 那range它一定是哪一个储存格到哪一个储存格 所以呢,我们这边是从h2到h7 然后呢,这个范围要做什么呢 把它的那个,其实就是属性 这里面就是有个属性 属性的话呢,当然就是 自中 那就是它的对齐方式 对齐方式的话呢 在那个属性里面就是oligum 对齐方式 那它有分水平的跟垂直的 所以呢,我们只要找到应该是 应该是什么,水平的吧 有水平的 所以水平的话呢 就是holirontal 所以 就是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叫holirontal oligum 等于什么 Center就可以了 Center一般那个前面要在exit 它的常数会有一个 所以呢,程式的撰写是这样 来看一下 其实只要一行就搞定了 那写在哪里呢 其实基本上 我可以先判断完之后 把这个回旋输出完之后 再帮我一次性的 全部 都自中 那全部都自中的话呢 我刚刚讲过了 我的范围在哪里 就是h12 到h7 所以你可以这样打 range ok 那其实刚开始当然你没办法打快啦 不过你也不要急啦 反正你就是打对为原则 那 这个当然就是慢慢练习啦 有点像是你刚刚 刚开始学讲英文或者其他国语言一样 你刚刚一定讲的不通顺 而且一定常讲错啦 不过就纠正嘛 然后不过我讲过我这边城市的传言是直觉的 反正你就看着嘛 只要字没打错 好这样子 表示说这个范围 那我这个范围要做什么 点 不过range 这个物件还蛮 我这个vpa的开发环境 他蛮 算蛮友善的 所有开发环境里面算非常友善 为什么 他会自中告诉你 你的需要的 你能够控制这个范围的 所有的属性 跟方法都在这里 好 那你只要怎么样 不用背啦 你只要推理的 我刚刚讲 水平 至中 水平的对齐方式 那个单字叫 Honirontal的 不过 这很长一串嘛 那你怎么记 其实不用记 我通常是记 第一个单 第一个字 H 所以你打一个H H他就跳到H开头了 那你再怎么样呢 往下找 有没有找到 最长的一个 有没有 Honirontal 的一个门就出来了 所以 很多属性不用背啦 你只要 知道 他的开头就可以了 那配合点 有没有 就出来了嘛 对 就这个单字嘛 不过 没办法 这VBA里面 当然就是 还是需要英文 所以 这个 点两下 那这个时候 他会问你说 你这个属性要怎么变化 等于 后面的话 请你设定 置中 那置中 特别说 那个常数一定是 XL开头 后面再打一个Center 这样就可以了 XL Center 好 移开 当然同理可证啦 如果你要 左 那就Right 不是 Rapt Right OK 好 那如果说你要 垂直置中的话 其实就打一个V 就 Vertical 有没有 OK Vertical A ligament 然后呢 也是一样 垂直的 好 设定完之后 我们来试一下 看看会不会OK 所以刚刚 这个地方没有置中 我再跑一次 先把 把资料给清空好了 清除掉 然后呢 我这边设个中断点好了 因为我想要知道说 这个效果有没有套用 所以我先输出 所以 他会在 这个程式 跑完之后 先停在这边一下 那我再按 F8 就让他 执行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一行执行过 给各位看 有没有 他就置中了 就会帮我怎么样 这行执行过之后 就会帮我把 这个 对齐方式 本来在 左边的 帮我移到中间了 这个程式 就在这里 几乎是不用背的 所以不用背 反正很直觉的 但是你只要 关键的那个点 就可以了 OK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 首先 第一个就是有关置中 我有把 这一个程式 这一行程式 放在云端上 做完之后 你这边中断点 可以拿掉 不然他每次跑 就停在这边 那 不过延伸性的 可能还是有同学 会有 另外一个问题 那如果 资料 是 又往下的话 比如说不是漆的话 怎么办 刚刚有做过啦 其实你可以把 这个 这个东西 把它取代掉 有点 比较困难的地方 就是说 可能你把 7删掉之后 必须用串接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 它等于是一个公式 或者是一个变数好了 那你不能直接放过来 你如果要把这个东西放过来的话 你必须要 用一个 去串接 串接后面的话 就是把这个东西 复制贴过来 前后 就是一定要加那个空白 就是把这个地方 再把这个东西 复制过来 我习惯按砍臭键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 本来的7 我是串接 串接什么呢 串接 帮我向下侦测 的这个东西 它就会自动去抓到 如果是7 它就把那个7 带到这边来 再跟前面的串在一起 这个范围 当然就会是 可以跟着 就是 上面的范围 去做变动 所以这部分的话 大概就是 至终 这个 第1个 第2个的话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就有关那个 乘积多重 的部分 那乘积多重的部分 就是当你 当然清除掉 如果你希望 输出的时候 不是只有 就是 黑白的 你希望做几个变化 第1个 A的部分呢 是颜色的变更 诶 字怎么变颜色 这里面的话 你可能要牵涉到 第1个 有关字形 有关这个 这个地方的字形 其实你可能要多学一个物件 那个物件呢 就是 这个 缝 这个缝 这个 物件呢 其实就是 专门针对什么 这些东西的设定 然后呢 缝里面的话呢 它的 比如说颜色的话 顾名是下 点 它下面还有个color 缝点color 这个里面的color 把它改个颜色 那颜色特别重要 如果是color的部分 我是建议各位 以后呢 就要想到 某一个 函数 去 给颜色的话呢 通常会用那个 函数 那个函数叫rgb 反正呢 在vba里面 你只要想到要产生颜色的话 那就用rgb 顾名思义啦 rgb后面呢 需要给三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呢 就是红色要多少 绿色 蓝色 那它的单位一定是从0 到255 总共的话呢 就是 256 256 2的8字方 那也就是说呢 你假设要是 蓝色的话 那应该填多少 红色多少 0 绿色 0 蓝色 最大 255 OK 所以如果你这样 加进去 蓝色的字就出现了 所以第一个 字的颜色 特别是要 phone color rgb 加上去就可以了 再来就底色 intero 框线的话呢 boulder 分别把这些做出来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刚刚讲的那个字中 先试试看 待会再来看有关 成绩的部分 成绩多重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有关那个 成绩 多重 加上颜色 那颜色 我想如果你 输出资料 又要想要 不同的格式的话 其实这个范例倒还蛮好用的 未来你很多地方 都可以自动帮你找到 你需要 变颜色 的那些资料 比如说呢 你希望某个数字 比如100以上的 帮我换个颜色 让我知道 100以上的在哪里 那你就不用在那边 自己慢慢去找 直接 马上 把这个范围 全部都换个颜色 你马上一找 大概知道 就哪里了 那么多